你在干直播啊 是 喵喵一直开着直播 下午课都没上 去什么大话公司参加年会 我先带野到现场 把他拽回来的 你小姨父说的真的 真的 我打算放弃高考 你说什么 大学毕业之后还得找工作 终点又回到起点了 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 你什么工作 你干什么呀 我当主播呀 我一年可以挣好多钱 孩子 咱家虽然不富裕啊 但也不需要 你在高中的时候就出门挣钱 高考必须考大学必须上 我的钱都我自己做主 我现在只是利用 叶云时间来玩票 但一个月拿到的打赏 已经足够养活我自己了 但如果我放下心来 全身心投入的话 那我一个月挣的钱 就是比你们两个人 加起来的总收入还要多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是把直播当做自己的事业 来严肃对待的 这种事也能干几年 根本就靠不住 这就不是正经工作 干这种工作的人 也不是正经人 就你是正经人了 说什么呢 行 我就不正经了 你怎么办吧 你不是有了想二了吗 几刀没生过我 那我能不能掐死你啊 大姐 大姐 来 您消消气 淼淼 你从什么时间开始直播的 问你话呢 你别以为不说我们就不知道 好 那咱们先收拾你的学习 我把你的成绩单独列了出来 你最好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分班的时候 你的文科发挥你的专长 最高考进年纪前五十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 酒吧玩摇摇都能上 从这学期开始 你的成绩一落千丈 上次中考 都快到学年四百名左右了 那这个成绩就不太好看了 你看你这帮好朋友 前三一 一如既往的 全校第一 还有江天昊 虽然说最近有所退步 但是依然维持在一百五十名左右 还有邓小琪 那原先是不如你的 你看人现在 那可真是突飞猛进啊 人家课程安排满满的 一有空闲时间 就拿着一点码拼命自学 马上又跨入学年前一百名了 他这个成绩啊 我觉得不用参加艺考 好大学都能上 淼淼 每一个孩子 在他人生最关键的一年 目标都很清晰 你能标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呀 问你话呢 你哑巴了吗 淼淼 家长和老师都真心实意地关心你 你也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的心思也很细密 你用细密的心思去学习 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唐老师 你话里有话 他心思细密 他还干什么了呀 这学期 好几次周六的课 他都语气看了小姨的名义 逃回去直播 这是真的吗 他利用了我对他小姨内心的愧疚 糊弄好几次 你想把你妈气死是吗 淼老师 谢谢你今天把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 前一段时间我也确实疏忽了 我现在身体确实也力不从心 我跟你说 这个孩子不管是不行的 这个孩子不管是不行的 大文 你先把圆灵送走 我 走 好 好 自己都还能给人家